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真的没有你们就没有听故事学中文 下面一起来听故事吧 除夕夜 我在武汉 除夕夜 我在武汉 人杰 大学生 22岁 我们学校 1月12号已经放假了 我为了实习 准备在武汉 留酒一些 学校寒假要断电断水 因此 我拉着行李箱去了酒店 想等除夕 再回爷爷家过年 没想到 23号的早上 我接到我爸妈的电话 说 武汉封城了 我走不了了 我试着抢了几张票 都显示无票 叫了几次滴滴 都没有人愿意接单 只好留在武汉过年 封城的那天 我不仅没买到票 酒店房间的卫生都没人打扫了 经理告诉我 保洁阿姨突然不来上班了 但是推车还在 我们把推车给你拉过来了 你自己换一下东西吧 后来 我只好换了个房间 原来那房间 估计到现在还没人收拾 除夕早上十点多 我离开酒店 住回了学校 学校基本上已经空了 我们这一片宿舍区 可能只住了不超过十个人 整座宿舍楼里 也只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 好在学校重开了食堂 除夕晚上 只有一个窗口是开着的 一共十个菜 但是不要钱 我随便吃了点 就回宿舍开始看春晚了 说来好笑 我三四年没有看春晚了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 出国念书的朋友 为什么坚持看春晚 但这个除夕 我似乎明白了 这会让我觉得自己 好像跟外面的家人是同步的 有共同的联系 我没有真正跟他们隔开 只是 看春晚的同时 我还在刷微博 两边切换两个屏幕 感觉两块屏幕上发生的事情 不在一个时空 我爸妈也很担心我 但是我跟他们视频的时候 发现他们还是完全没有戴口罩 我现在有点慌 家里两个老人都快八十了 可是一大家子人没有一个戴口罩的 但是 当时是拜年的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情 只能打个招呼 问个好 现在学校就是把在校学生 给锁死在宿舍里 除了吃饭的时候 尽量不让你出那栋楼 晚上八点之后 门会彻底封掉 还要再加一刀锁 武汉街头也基本没有什么人了 封城那天早上九点多钟 街头还有零星的人提着箱子 想试着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除了那些人之外 就剩下一些几道药店或超市里的人 那天我跑到一个小的社区诊所买口罩 KN95的口罩 50个一盒 1200块钱 我看到有人一次性买了三盒 加上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一次性截了快4000块钱 药店基本上只要是消毒的那些东西 我还碰到一个人来退货 说他早上来抢消毒水 结果看错了 抢了十几瓶数口水回去 坐出租车 司机师傅也喷了一车的消毒水 味道很浓 但是那是一种安全的味道 除了消毒水 口罩现在也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我自己在宿舍 还是会全天戴着口罩的 按照现在换的频率 口罩应该是不太够用了 但是可以到学校的一个宿舍楼里 领取新的 我还会每隔一两个小时 就会拿酒精棉球擦一擦椅子手机 我最近睡得不是很好 每天晚上睡觉前 忍不住就会开始看微博 一直看到凌晨三点 但自己完全没有意识 就是不受控制地往下刷 外面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而我只能在二十平米的一个小宿舍里 从早待到晚 很不是滋味 我并没有买很多东西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可能过两天 这个事就会变好 总隐隐约约 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 这可能是一种幻觉 因为自己打心眼里 不希望这个事一直持续 故事讲完了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 除夕夜 我在武汉 除夕夜 我在武汉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您的老师同学 家人和朋友 此外 也欢迎您在Facebook Twitter上 关注我们 没错 关注我们的人越多 我们收到的好评越多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 学中文 这个节目 没错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话 您也可以去Patreon上 成为我们的Patreon 这样我们可以 一起把听故事学中文 做成最好的中文学习的播客 全世界最棒的中文学习播客 在这里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